古代中国是一个男人当家的社会 走出家门参与朝政的女性很少 登上权力巅峰的更是凤毛麟角 影响比较大的就两个 一个是唐朝的武则天 另一个就是清朝的慈禧 今天来说一说 慈禧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到底凭什么统治帝国将近50年 自古贵诗出有名 就是说做什么事最好是要有个理由的 这理由越是好 助力就越大阻力越小 就好比陈胜吴广 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刘备的创业大旗 复兴汉氏 而反过来历史上公开声称 为钱为权抢地盘 而挑起战火的就很低级了 结局都不会怎么好 简单来说 做什么事最好占理 占理才能服众嘛 特别是古代人很注重正统 想反对什么事的话 也是这样 在头上扣上一个更大的帽子 掩盖掉 连原本想反对的事 都是先帝遗嘱 只要理由得当 就能直接盖掉 效果刚刚的 就像慈禧 要不是提前把类似于国法的 祖宗之法摆平 都没有统治将近50年的事了 1852年 18岁的慈禧入宫 四年后生下了咸丰弟的长子 也就是唯一的儿子 爱心觉罗宰 慈禧本就受咸丰弟的宠爱 又因为擅长书法 常常为咸丰弟代笔批阅奏章 甚至可以平易朝政 现在又有了皇子 慈禧在后宫的地位呢 就可以与皇后慈安比肩了 1860年9月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了北京 咸丰弟带着慈禧母子二人 还有皇后慈安 还有一干亲王大臣跑到承德 大家也几乎知道 当时的清朝可以说是被内乱和外敌 折磨的千疮百孔 咸丰弟想着怎样才能让年幼的皇子顺利继位 并在皇位安全的前提下保证帝国的运转呢 一年后 咸丰弟临终前 他做了几件大事 大概把后事交代好了 第一件事 吸取了以往历史经验 臣子辅助皇帝发生内斗的事情 他一口气 整了八个大臣来辅助皇子 然而八个大臣势力太强 反了皇帝又怎么办呢 所以第二件事 受印 皇帝的御旨由八大臣拟定 但是生效必须盖章 而且还是两枚印章 一枚在皇后那里 另一枚自然就在皇子手上了 这样一来 相互制衡就有保障多了 可惜 咸丰弟想的过于美好了 历史上 权力平衡又平稳的时期有多少 谁又不想独揽大权呢 咸丰弟去世后 权力分为了八大臣 小皇子和皇后三分 不过因为小皇子年龄小 印章就由慈禧来保管了 虽然先帝把权力分好 但是权力的协调 怎么制衡都没有说 随后就迎来了二女一儿 和八大臣的一场争论 可两个女人一个小孩 势力单薄根本对抗不了 一有什么事 八大臣直接就抗议罢工 他们不干活谁来干呢 据说争执的非常厉害 争吵的太大声 在旁边的小皇帝都瞎尿裤子了 慈禧和皇后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躲避洋人离开了北京 连个帮手都没有 只能让步给八大臣 有印章却没有决定权 顶多只能看看奏章 不能干涉 八大臣揽下所有大权 横行霸道 根本没有一点作为臣子的礼节 随后慈禧和太后召见了一夕 原本八大臣想阻止这次召见 但没有好的理由 最终妥协了 而这个一夕足之多谋 号称鬼子六 最主要的是很讨厌八大臣中的肃顺 这个肃顺就挺惨的了 虽然能力方面确实很出色 但是人员非常的差 树敌太多了 在我看来就像是因为他吸引太多仇恨 才被人联手除掉 一夕和慈禧 他们两人相见 一片欢喜 之后倾诉了受到肃顺等人种种欺负 什么来的路上不给好吃的呀 把小皇帝下的尿裤子呀 一夕也说 北京成德两地 因为肃顺他们的阻挠 信息老是接收不好 一拍即合 肃顺这帮人必须除掉 可是呢 不在京城 在别人地盘 连洞都洞不了 更别说洞肃顺了 一夕提议还是要回京城才行 对于回京 肃顺千万个不愿意 其实呢 两太后也有顾虑 毕竟当时洋人还在呢 一夕打包票 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说大家才放心 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京城 1861年9月23日 启程回京 这下慈禧的机会来了 两太后和八大臣几人 同行走的小路 而肃顺等人分开走了大路 结果肃顺等人遇到大雨 道路不好走 足足比慈禧 他们慢了四天 9月29日 刚到北京 慈禧就在前来迎驾的朝臣面前 泪流满面 把三人受的委屈吐了个遍 朝臣大部分人早都看 肃顺不顺眼了 经慈禧这么一说 肃顺面对太后都这样了 那还了得呀 心里都达成了共识 这个人坚决不能留 于是呢 9月30日的清晨 联合早已准备妥当的议席 以小皇帝颁布的诏域为据 发动了政变 直接给八大臣扣上了帽子 当场将同行的两个大臣 逮捕入狱 随后又叫人去捉拿在路上的肃顺等人 10月1号 两位太后 重重的赏赐了各位功臣 给他们了一点甜头 这事情过后 两个太后呢 逐渐就掌握了化石权 10月6号 肃顺处死 被捕的八大臣自尽 剩下没有被捕的都是被炒鱿鱼了 并且永远不会再录用 肃顺处死 京城许多人都高兴得很 毕竟肃顺得罪的人太多了 半个月前还倚仗组织一命 争夺权位 牛鼻子都朝天了 狂得很 但他始终没弄明白 只要方法得当 总有东西可以凌驾于组织之上 至于一命死去了的人而已 还有谁能管得了呢 就这样 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发动 达到目的后又迅速的收场 干净利落 快准狠 自此26岁的慈禧开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1881年 慈安太后抱死于宫中 两宫太后只剩慈禧一人 权力都握在慈禧一个人的手上 1884年 之前给的甜头该收回来了 一息被剥夺了权力 几乎已经没人可以撼动得了慈禧的地位 到了1908年 左右朝政48年的慈禧死了 也许这样一个狠角 只有老天才能收得了他 再三年以后 大清朝亡了 这话说回来 慈禧为什么能统治48年呢 慈禧非常的聪明 以洋务派保守派相互制衡 以帝党后党相互的制衡 以汉人用事 以满人制衡汉人 这重重的制衡之法 极少有人能走得上来 即使走上来了 直接被打下去 而什么祖宗之法 什么本朝先例 在慈禧的手中 权力如玩具一样 大帽子大盾牌 世事占理 手握权力之下 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人玩的比他更高明 慈禧的一生 有好有坏 坏的占多 慈禧晚年只顾自己享受日子 世事被动 签订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 等等诸多事迹 说起来 可能大家都不会相信 慈禧也有干过好事 慈禧推行了洋务运动 开辟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 引入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 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生 打开了西学之门 也是逐渐的打开 闭关锁国的现状 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真的很难去评价慈禧 但是后世 谩骂声还是很多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